政府會採取相關齊下的策略 為全港市民去採購符合安全、療效 以及有質素要求的疫苗 首先我們已經參與了COVID-19的疫苗全球獲取機制 這個採購供應香港本港是35%的人口的疫苗劑量 作為照顧社會中最脆弱的群組需要的安全網 同時我們也會以科學實證和臨床的數據為依歸 並諮詢衛生署核下相關科學委員會的意見 以及個別疫苗製造商和他們簽訂一些預先採購的協議 去獲取更多的供應 我們的目標是透過預先採購協議 去採購至少兩款來自不同的疫苗製造商和不同的疫苗平台的候選疫苗的 我們也是打算採購足夠的供應 最少是全港兩倍人口的疫苗劑量 以確保即使我們是用這個預先採購協議 扣入的候選疫苗 如果它未必能夠每種都有效地成功推出市面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足夠的劑量去供應全港的人口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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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